前兩戰呢,這個趙同陽是有點吃虧啦 是,都是26比30輸的比賽 可以說前兩場比賽輸得很慘吧 哎,一個前刺拳 今天趙同陽的前刺拳打得真的不太好 尤其在前兩場比賽中,前刺拳都很好 為什麼狀況差這麼多 是,真的是這樣 某竹競是要負責來了 今天相當有機會哦 好的,獲得全民眾,獲得一民眾了 我們要抓住機會,持續給對方壓力 擴大戰果 今天我們的趙同陽不論是權重啊,都是他的獎,都是非常有嚇張性的 現在特別有信心啊 是 今天趙同陽真的是很有機會拿下這條金腰帶 是 第一回合應該是由我們的趙同陽拿下是沒問題的 看他們機會來強奪趙九玉桂 啊,又是獲得全 對 對 看來對方是怕趙同陽的拳法 尤其兩個靠近的時候,對方會低頭 對 趙同陽一定要注意對方的多點的進攻 對,而且兩個架可以靈換交換交際進攻 對 趙同陽今天的拳法真的是蠻有感覺的 對 手感非常的好 應該說對方不是白給的,有一定實力 而且是去年這個級別的亞軍 是 很可惜 其實可以把腿帶過去 對 掌聲 沒跟進 沒跟進 趙同陽 要 要 要防守好 要防守做好 是 飛機 哎 在下 第一回合的下半局 趙同陽有點開始 攻擊變慢了 對 第一回合,趙同陽能不能拿下來呢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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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經濟決定 一二三 沒有下面 或者跳席都用跳一下 對方其實是怕拳的 尤其在拼拳的時候對方 頭是 下巴是,頭是低下來的 所以趙同陽可以 可以多打一打一打一打 上攻拳 今天趙同陽的狀態 真的完全不一樣 是 第一局 趙同陽拿下來 應該問題不大 對 OK 好,三位兄弟 第二局了 好,那話說 賽前采訪這個 趙九玉桂 他說除了哈維爾之外 他覺得趙同陽也很強 結果就給他遇到了 對上了 對上了 那赵重阳就让他看看了你现在有多强 是 今天赵重阳是给这个赵重阳一个下马威 虽然你前两场比赛赢了我 可能在心里上你占据一些优势 但是今天的我可能不是王子的我 是 赵重阳多打一打组合的拳法 而且进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 对方的这个震灯腿可以堵住你 是要换一下角度 连续震灯腿 好接完 接腿怎么做 这个踢到对方颈骨上面呢 自己会有点疼 这个赵重阳的上高悬打的不是特别的够力 好 拨完闪完没有跟进 是 讲的二次启动 这个是二次启动太慢 是 二次启动其实要多训练一下 哎 好 所以除了方令讲的第一次启动之外呢 也很关键 因为有时候你离开对方之后找到一个对方的一个失去平衡或什么的空隙 对 你接着再跟进进攻 对 这个很关键 是 哎 好的 圆地的提西也有命中对方 好 到目前为止赵重阳打的还是非常是可圈可点 啊 注意对方的震灯腿 不能等啊 还要多打拳啊 尤其打组合拳 对 不过震灯腿最多只能把赵重阳的裤子给登掉 是 不会造成那个致命性的那种伤害 但是摟抱要注意 是 赵重阳也曾经摟抱 招久欲归过多被扣分 嗯 这就没必要的扣分 是 减少没必要的扣分 是 减少没必要的扣分 连续的组合拳 是 赵重阳比赵重阳体力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是 偶尔小心 是 我们希望 希望我们的赵重阳能够拿下第2回头 就是我们真的是非常地希望 是 这条青腰带 留在我们的国内 是 非常紧张扣人心拳的一场比赛 是 而且双方把速度都拉高 拉高了一个档次的 速度共方都非常的快 其实双方都打了三场比赛 是 呃 体能上一定是出现了 出现很大的问题 但是现在我觉得双方的心理 对于这种胜利的渴望 是 是吧 恢复的很快 恢复的很快 不到一个角度就打第三场 好 第三局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 看这条 好 肌腰带 到底花了水 这样 啊 一个转身的边权 应该没有到的伤害 对 好 是 对方是怕你拳 对 所以现在要 坚定的打拳 对 对 现在对方只能把你往前推 是 他就这一招 美股被撞开了 你看一看 因为招者就是往前推啊 是 好 回到 比赛当中 好 赵春阳很聪明 他想到那个中立角 看他会不会警告 会怎么样 好 好 进去对方 好 好 赵春阳 鼓动打枪 自己就是 是 是 赵春阳这个 是 看到没有 对方在打拳当中 他是有鸡头的 是 上钩拳要上 对 看西上游 对 有鸡头的 打完接西 打完接前面腿 卡住 赵春阳加油 对 赵春阳加油 照这个态势非常有机会拿下这条鸡腰带的 可以打一打勾拳 对方在地头 这招 转身边权都被 赵春阳给防住了 打了三次了 是 都知道了 要看一下 两个人头都被撞开了 赵春阳的眉骨再一次处了一下伤口 我们看到比赛应该还有最后的一分钟左右 看一看赵重阳怎么表现 赵重阳 米奇的 把第二队拿下来 对 还是坚决的管他打拳 注意对方的高扫 注意对方的头 是 对方的头顶得太凶了 注意一下 好 打空头 弟弟已经被扣分了 赵重阳被扣分了 赵重阳打完拳一会加 加前扫 走 走得漂亮 但是 赵重阳也要稍微的理性一些 不能不经过筛法 我把技术拉上来了 好的好的 赵重 哇 这场比赛太几点 赵重打拳 应该是最后 看起来非常有机会拿下这条金腰带 二 赵重阳加油 赵重阳加油 赵重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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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金腰带拿回家 我觉得双方的实力真的非常接近 尤其今天这场比赛的表现 对 压轴的比赛太精彩了 尤其在双方都受伤的情况下 依然这个废弃不减 对 双方最最后的疯狂的反攻 看来赵重阳对自己的表现十分的满意 满意也非常的有有信心 没关系 进步太多了 是啊 进步很快 对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九 二号裁判 二十九 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八 比二十九 三号裁判 平局 加赛一局 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加赛一局 重新回到了七宝镜 一开始 第四局要 必须分出胜负 对 照常今天的拳法的落点很清晰 对 而且发力贯穿性很强 小心 招九一个用七级 招九 每次打过加十赛都是肉搏战的 哎 哇 怎么了 迅雷不接 我们没看清楚怎么了 是 糟糕 起不来了吗 加油 能不能起来 糟糕 打了 打了 一整个叶子好拳 太可惜了 真的太可惜了 哇 招九玉贵 啊 进来逆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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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九真的太强大了 是 赵重阳进来 确实 快一快 如果有慢镜头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看 是 刚才一幕发生了什么 对 一定要有慢镜头 真的非常大的 是 继续赵重阳满膝 对 目前在现场